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广州 今天时间是2024年7月16日 下午的3点47分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一下广州街头的现状 这里是广州的御湾区 在前方的不远处就是广州上沙酒广场了 先带大家看一下这边街头的现状吧 我们一直都去上沙酒 这边也可以去的 广州律湾区是广州的老城区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房子啊 都是比较老了 少则有几十年历史 多则三百年历史了 在这边的话是一个什么珠宝交易戏场 这边也有看到没有 飞货150 那边也是 我们可以看到路脸庞的房子啊 并不是骑楼 虽然不是骑楼 但是又有着骑楼的建筑特色 看到没有 还是挺漂亮的吧 这种房子在过去叫做时光大屋 因为在过去啊 这里就是西光 清美的吧 在过去的话广州有这么一句话 有钱住西光 有钱住东山 所以说在过去呢 说谁是西光大屋的 都是有钱人呢 即使到了现在 这个地方也是寸土寸金的 过一下马路 从前方举走就是广州的上下旧了 还有就是今天是周三啊 虽然是周三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街上啊 还是挺热闹的 挺多人在逛街的 看一下里面 在过去的话这里啊 全是有钱人的聚集地来的 即使到了现在 如果你想住在这里面啊 一个月没有一千块是住不了的 因为这里的位置太优越了 还有今天不是很热吧 因为可以看到明天 刚才还下了一点雷震雨 我比较喜欢关于个城市的老城区 无论是在广州还是去别的城市 因为在老城区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一些烟火味 以及街地区的东西 同时可以看到关于本地的一些文化 不过我拍老城区 很多人说我黑广州 或者是黑某些城市 其实的话并没有黑的意思 因为我比较喜欢 我都说了 我比较喜欢老城区的生活习惯 生活状态 以及生活情况 我看到这些老城区 我的心情比较愉悦 我感到比较接地气 跟我的生活息息相关 如果去看新城区的话 那些高楼大厦 跟我的生活实在太遥远了 这条路叫做文昌南路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房子 有比较破旧的老房子 都有很现代化的一些小区楼 看到没有 在过去的话 这一带应该都是老房子的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城市的变化 慢慢那些老房子就倒塌了 这条路的话在过去 是很多人来到广州上沙九 必经过的一条路 因为在过去的话 这附近只有一个地铁站 就是长寿路站 而长寿路站就在下方那里 所以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如果想来逛上沙九的话 不要经过这一条路 前方就是上沙九了 那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 下个视频 大家来看一下广州上沙九的现状 因为进入了暑假期间 很多游客来到广州旅游 而每一年的暑假 广州都是一个 最热门的旅游城市 按道理来说 来逛上沙九的人 应该会挺多的 那广州上沙九的现状怎样呢 下个视频大家来看一下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